山林里雨水多 路面泥泞 有人走过碧流族夜 都仔细看着脚下 是 王爷 其实我 你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 我应该知道些什么 我爹娘的事 你审问过许如归 一定全都知道了 他是对我说了一些 关于你父母的事 不过这些都还没有证实 待查试之后 我定会如实地告诉你 他是不是也告诉你 我爹是那个 那个反贼 云翼 是 不过此事还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现下还不能下定断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关于我爹娘的事 你都查识什么了 许如归是不是在撒谎 坏人都爱撒谎 对不对 我能想到去许宅找你 还是因为许如归 在现场留下了这只簪子 你说 这是许如归特意在现场留给你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时我也不明白 所以我赶回县衙 查了你母亲的遗物 发现你父亲 有可能是剑南节度士手下的官员 这才明白了他的用意 什么用意啊 他想引我去查关于你父亲的事 借此来摧毁我们之间的信任 把你逼上绝路 不得不与他为伍 所以 许如归说的话 都是真的了 我说过了 此事现在还没有查实 还不能下定断 你都已经推断出 他可能是剑南节度士 麾下的官员 那 他是不是就是许如归说的 那个反贼 云一 这正是许如归的狡诈之处 他想让我在寻找你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 我很容易忘记 我调查这件事情的本意 是在搜寻你的下落 转而去查证 你父亲究竟是不是反贼 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 来躲避追捕 可是 王爷 楚楚 寻找你的下落 和你父亲的身份是两码事 之间唯一的联系 就是许如归想要用这件事 来干扰我的思路 我是说现在 现在呢 如果我爹真的是那个反贼云一 我是不是就会牵连到你 大哥 肖将军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依然是这条路往上走 我就要进山了 你是要到山上去找我哥吗 到底怎么了 楚河 可能失足掉河里了 山游河岸有一处明显的漏水痕迹 足音大响 与楚河的很节俭 我们找过去之前 阴影语听到楚河的一声喊叫 还有这狗的反应 也证实楚河 确实曾在那儿出现过 但之后 就再也没见他的踪迹了 我哥他水性很好的 他一定很快就会上岸的 楚楚 你先别着急 楚河兴许是从河对岸上去了 我刚才和楚楚在这里说话 没有留意河里 他也许是游到河对岸 大哥 你派一队人 去河对岸找 你们这一列 去那边找 是 锦鱼 过来一下 怎么了 有件事 之前没顾得上和你说 现在楚河闹这么一出 我觉得 或许跟这事有关系 都什么时候了 大哥直说 之前我无意间 听见楚河和他爹 在厨房说话 我把丫头给娶了 那楚丫头 就是咱楚家的媳妇了 不管她认不认本家 她都是咱楚家的人了 你要真有这个心思 也得楚丫头愿意才行 荒头 她可是 她可是什么 她俩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还有这些天 我看她对楚姑娘的样子 也不像是微信的 而且还有今天这事 今天这事 你在怀疑什么 你不是在棺材作坊里 发现一个刀头吗 侍卫说 楚河单独跟许如龟 待过一段时间 会不会是 楚河知道了许如龟 是楚姑娘的亲舅舅 担心许如龟 会带走她 又或者担心 许如龟犯事 会连累楚姑娘 于是 她就把许如龟放走 她以为 只要许如龟跑了 或者被杀了 她就能把楚姑娘留下 你在怀疑她 现在是畏罪潜逃 楚河的足迹 跟许如龟潜逃的方向 是一致的 此事 暂时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尤其不要告诉楚楚 但是你觉得 楚河那番心思 楚姑娘 就真的一点都没察觉 都没客气 楚姑娘 锦衣 王爷 将军 将军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